台東觀山坎頂部落舉辦月桃香料料理全利用課程 邀請講師透過傳統料理的方式 讓學員們認識原住民族經常使用的香料植物 最主要是要分享我們台灣原住民 使用植物的傳統智慧 這些月桃葉它裡面的成分 對我們使用澱粉類的食物跟含有蛋白質 也就是肉類的這一類的東西 它其實是非常對味的可以使用的 原住民族群中月桃算是廣泛被利用的植物 因為散發獨特的香味 所以族人都會使用月桃葉來包裹食物 但很少人知道月桃的根莖部分也可以拿來煮食 甚至連種子也是中藥品的原料 而講師也透過課程讓學員們重新認識月桃植物 然後也曾在那個糕點的部分也可以利用 今天學蠻多的 這些食材的搭配會怎樣子刺激我們的味蕾 就把它美食化 那精緻化 那相對於我覺得它有很多帶開發的價值 孫葉齊表示原住民傳統飲食文化中 蘊藏了許多仙人生活的智慧 也希望有更多族人參與 讓傳統料理知識能持續傳遞下去 原來是新五位 駕駛在台東觀商場報導